都破仓穷评分再创辉煌 一部搭配竟然打破记录 被杜莎的戏份惨遭删减之后 差评地分已经罢满全品了 不光原作者发声讨论 就连万达影业都退出了 官方都想不到这个删减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现在全网都在发声讨论 难道官方不给粉丝们一个说法吗 大家都知道一开始的预告品还有牵手和拥抱的动作 但是正片却一概而过 对于国漫而言有点颜色的剧情删减很正常 但是一剪媒就有点过分了 预告片宣传的很给力 还让粉丝们激动不已 但是现在却没了这个场面 难道美杜莎会无缘无故的追杀笑颜 粉丝们都能看出美杜莎的人气是很高的 反观云日以前的情感戏 老报吻戏多之又多 就连萧讯儿的签手老报都是大大方方的 到了美杜莎这里却啥都没有 这不让粉丝气急败坏 还能以理相待吗 作为一部大配应该把握好每一处的细节 而不是以反方向的热度来回馈粉丝和路人观众 现在斗魄的评分急剧下滑 不是粉丝们给官方同归于尽 而是以同样的方式反馈给官方 希望官方发声声明一下 为什么删减这个镜头以及怎么处理 而不是关闭评论区 以这样冷暴力的做法是不会阻止这个事情收尾的 如果官方一意孤行 那这个大推可能会带来反方向的作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